天还没有亮,彻底亮的时候呢,就看到下面那条羊肠小道上就有人开始走了。 看上去很酷。 这个小道名字叫Bedlands Loop 在河谷里走,感觉还真不错。虽然天还没有彻底亮,这个河谷里面比较暗淡。 但是每一个湾,每一个河湾都有一个,前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景。 所以说也很有意思走在这里。天气也不是太热,也不是太冷。 所以今天真是适合在这里走路的日子。 非常好,感觉非常好。 天气已经好,感觉非常好。 所以河谷里面。 这条Bedlands Loop 总长差不多是2.7Miles 所以应该是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的 吊四季 上河谷里的风还是比较大 忘记带上microphone 哎哟这更美了 这更美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咳 咳咳 哇 有100人 哎呀,太漂亮了 当太阳可以照到谷底的时候,这里的景色就更漂亮了 没有风 正在这几个了 我是不是不可能 我是不是不可能 对我一直没关上 到河 unto 再来 好 好久不見了 哇 beautiful 这里好看的就太多了 真想把它们都看一遍啊 到了这个扎口了 这也是Bedland Loop的最远点了吧 要往回走了 Hard to say goodbye 真的高看的远 大家都上来看一看吧 反正爬上来也不是太累 是这样子 我们待会可以躲 好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哎呀不是椅子 真有哎 这里如果是能够让飞这个重就好了 这么空旷的地方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放中 所以他们如果别多只能太伤 这个车没有 这个车 好 哎呀 哎呀 不熱 大 好 好 好 这里如果是能够把重飞起来的话 那一定是非常漂亮 但是咱都是守法的人 瞧这个景 哎呀 真是太壮观了 但是没那么多时间了 下次有机会再来看吧 拜拜